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诚诚诚 林老师 你起来没有啊 鼎太先生说 请你过去 去 那个 那个 知道了 我马上去案发现场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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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几个小红袋 好 这个 死者渊卿 二十七岁 女 致命伤在心脏处 还有这儿 尸体表面有多处细小伤口 凶器初步判定 是尸体旁的文具刀 行队呢 在那儿 他两天前辞职 没有归还工具房的钥匙 说是放在你这儿 今天你就报案 他可能死在工具房 然后 我们就发现了尸体 林先生 我甚至要怀疑 你就是凶手了 我不是凶手 是白沙 他手中摸了白沙 是 怎么又是白沙 就是 由目前情况来看 这应该是白沙连环杀人案 工业案发誓 你在警察局 你当然不是凶手 如果你信我 我也不是杀害余燕青的凶手 当然信 可是为什么 还记得那封信吗 他说 亲爱的 我终于能平静地面对死亡了 我 终于 想想看 你什么时候会用这样的词 我终于 吃到小龙虾 我终于 喝上冰皮了 这是表明一种已完成 或即将完成的状态 包含极度迫切的情绪 可就算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 就决定自杀 也不能代表他不是工业案件的凶手 的确 这两者间 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余燕青 会不会是被逼的 他所有的话 用的都是第一人称 说明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 自我意识很强烈 我不再犹豫 胆气和恐惧 如果余燕青是受胁迫的 那么他在情绪 强烈波动情况下写出的字 也一定是笔触扭曲 字体凌乱 自死神双臂温柔 深深微人 看那无黑同仁 绽放出湿人的划斗 我终于想让他无群了 我看到他的指尖 伸出无数根系 一头砸进人世界 你可不可摸弄 然而我就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这姑娘到底在想什么 我看过其中一些信 其余的 我想应该可以当作死者的遗物 交给警方了吧 前面就是我宿舍了 门口这几位 来者不善哪 你认识 认识很久了 管家先生 您好 林先生 很久不见了 林晨是吗 你别看出了啊 为什么 看看你把宿舍搞成什么鬼样子 宿舍楼工具势力居然藏着尸体 这不是你宿管的责任吗 你看你把警察都招来了 好 你 这位是 校长 校长 请问您是对我们警方的工作 有什么不满吗 警官 这是我们学校的内部事务 好像和您没有关系吧 我只是刚刚听校长您 似乎对我们警方查案有不满 所以过来问一问 抱歉 警官 我刚还以为啊 您是要插手我们学校内部解雇员工的事情呢 这个宿管员只是临时工 遣餐费 我也会给族 所以真就不劳您费心了 我好像确实插不了手 我明白 那么 我们去拿物证 好 行队长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陈氏财团的管家陈平 是 那个陈氏财团 哦 久文行队长大名 想与您商谈一些事情 这是我的名片 他这是在向我行贿 你说太大声了 当然要大声一点 否则别人误会我怎么办 我们基层公务员 最怕这种麻烦了你知道吗 可以理解 麻烦解决了 林辰 你 陈家不会放过你的 在我左边 对 就是这个纸箱 我说 一个纸箱都没地儿搁 你可以来我家住啊 我家地方挺大的 你还有其他目的 不是单纯来拿信的 不是单纯来拿信的 到底出了什么事 遇到你这么聪明的人 有时候真的很麻烦 两件事 嗯 第一 从现场情况来看 余燕青应该是死于自杀 第二 我们在刚才的工具房里 搜出了一些兴奋剂 兴奋剂 大几量的兴奋剂 确实会致人神经错乱 之前发疯砍人的水果摊主 应该就是服用了类似药品 这可以说得通 但是在这儿非常奇怪 你需要什么线索时 什么线索就出现在你面前 当然很奇怪 先看信 这么多 这几封 还有这些 是余燕青的 那些呢 也是别人寄的信 你都没看过吗 没有 谁给你写这么多信啊 我们很熟吗 好像 也不是很熟啊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这样来说 好像是没问题 同样的 我和这些寄信的人也不熟 为什么要看呢 有道理 先看这个 是第一次记得了 终于看完了 真可怕呀 这些通篇都是在讲 人死的时候如何痛苦 嗯 还有一些心理学 不同流派的理论 这么说 余燕青还是个学心理学的 那么他在尸体旁放沙子 是因为你房间里有沙盘 他特地去研究了沙盘游戏 如果他把整件事 当成了一场巨大的沙盘游戏 那么他很明显 是为了将死亡呈现出来 这些行为也投射出 他潜意识极度畏惧死亡 我只是很想知道 他是怎么克服本能 用刀子割开自己后馆的 要突破人性 突破障碍 从来都不简单 除非这背后 有强大的动机支撑 想死还不简单 不过你这么说 我忽然想到 刚才法医说 余燕青身上的伤口 有问题 什么 身上的伤口深浅不一 心就不同 他应该很早就开始了 自残行为 先在一些并不危险的地方 划下小伤口 然后慢慢扩展到手腕 胸部和脖子附近 最后 他用刀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但那时 他并没有马上死亡 他还挣扎着 把刀插入了心脏 这说明 他下定决心去死 态度真认真 一直是坚决 显为人间 一般来说 为了爱情 才会这样一直坚决吧 他不是喜欢你吗 他为什么不先杀了你 然后再自杀呀 这里有问题 你再重复一下案件过程 首先 是玉燕探瓶检里的尸体 被换了衣服 随后 春水街店铺里 出现了老人的尸体 然后 小公园里的青年 从吊环上摔下 最后 余燕青自杀 按这个顺序的话 呈现出来的就是 尸体 呈现尸体 谋杀 最后是自杀 这些案件之间 好像有着某种联系 似乎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对什么呢 递进 死亡 你刚刚不是说 他极度畏惧死亡吗 那怎么还 对 从意到难 重复练习 刑队长 你知道系统多敏吗 好像听说过 你是说 余燕青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克服 对死亡的恐惧 这个案子的所有关键 都与死亡密切相关 并呈现出一种 逐渐放大的恐惧感 从作案的过程推断 余燕青可能用了 系统脱米的方法 让自己克服 对死亡的恐惧 整个过程 应该分四步 首先 他靠近尸体 幻想自己已经死亡 慢慢地做放松训练 以适应与尸体的距离 将尸体穿戴整齐 也是表示 对死亡的一种尊敬 然后是观看一起 残酷的凶杀案 观察他人对死亡的反应 接着 是亲手杀死一个人 看着他在你手里死去 适应这种生命消失的过程 这或许是断裂的青年 被杀的原因 所以 最后是自杀 是自杀 看上去 写结案报告也不是不可以 但总觉得 好像缺了点什么 之前你给我看的余燕青的资料 非常普通 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 要对死亡这么执重 想不出 就去看看吧 既然所有的事都发生在十三医院 就去医院看看 十三医院到了 刚刚在车上 我又看了一遍余燕青的资料 他父母健在 他小的时候 爷爷奶奶就陆续走 正常人面对亲人的离去 会伤心 会难过 会痛苦 但本身并不会产生 对死亡的恐惧感 余燕青在这里 一定经历了什么 特殊的死亡事件 我们从哪儿查起 我第一次收到信 是在七月十三号 而后每隔一个礼拜收到一封 医院出现穿戴整齐的 尸体的时间间隔 也正好是七天 七这个数字 让他感觉很舒服 从这个角度可以推测出 事故很有可能发生在七楼 或者第七洞 七楼 肿瘤科 就是那里 问这儿的其他护工 可能会知道点什么 是 您好 您认识余燕青吗 认识啊 她怎么了 她死了 死 死了 跟我没关系啊 自杀死的 我没有怀疑您的意思 我只是想知道 余燕青在医院里 与谁交往过密 不是我啊 我没有杀她 我知道不是你 我只是想请你回忆一下 是否见过这样一对母子 儿子大约在三十五至四十岁 母亲约为六十五岁 母亲对儿子管较严厉 你曾经觉得 这个老太太很让人厌恶 那位儿子 她对母亲太过顺从 你可能会觉得 她好像是个没断奶的孩子 但是 她很绅士 甚至 非常迷人 你让她给我滚 滚 是谁 以前 住在七区三号床的一个病人 好像叫冯雪娟 她儿子就像你说的这样 对了 余燕青打扫那个区域 那位冯雪娟 患了什么病 卫癌 特别折磨人 她是 自杀死的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您还记得是哪天吗 记得 八月十号 那天我本来等着发工资 去给女儿买辅导书的 知道了 非常感谢 刚刚你描述的那个是 根据她在沙盘 表现出来的情感 描述出凶手的状态 可能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就错了 并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改变了余燕青 而是什么人改变了余燕青 我怀疑余燕青在医院交了男朋友 但是余燕青的资料上 根本没有说她有正交往的男友 她们的交往很隐秘 我也是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 才问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 你能拿到八月十号医院的监控吗 我想看看齐区三号床那位女士 不好意思啊 稍等 好 局长 上面来人了 滚回来 明白 怎么了 我们可能要先回一趟警局 那这里我会让王朝过来 刚才那个是黄毒茶吧 是啊 行队 师兄 你们来了 这位就是上面派来的黄毒茶 林辰 是熟人 不用担心 黄毒茶 很久没见 进来可好 林辰 听说你又不安分 我就来看看 黄泽 你太闲了 刑队长是吗 我奉命前来 毒茶您办理此次案件 是黄毒茶呀 警队之星正义使者 能来指点指点我们 当然是求之不得 抱歉 线索老大 是重大线索 王朝小同志 你才刚到医院吧 这么快就有线索了 我查到那个冯雪娟的儿子 叫冯佩林 而且他跳楼的时候 不仅余燕青在现场 在公园摔死的那个男的 也在场 你马上把食品烤出来 发到局里 不仅这样 我顺着冯佩林又查了一下 发现冯佩林曾经是 余燕青的语文老师 而冯佩林 现在就在试实验小学当老师 我去实验小学 请那位冯先生 你回居里汇报 老大 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们怀疑 犯罪嫌疑人余燕青背后 还有一个主谋 这个人就是她 偷偷交往的情人冯佩林 现在王朝发现 公园案件中的死者 和余燕青 都在冯佩林的母亲 冯雪娟跳楼的第一现场 而冯佩林 曾经是余燕青的语文老师 并且现在在实验小学任职 你是说 她在我师兄的学校 现在不是了 我被开除了 现在必须马上去找冯佩林 行队长 要去抓人自然是没问题 但让无关人等参与破案 似乎不太好吧 林先生曾对本案侦破工作 起了关键性作用 怎么是无关人等的 似乎副教授 才是警队特聘的心理学专家 行队长 你快去 走走走 老险我们逮人去 逮人去 老傅 你怎么不解释 解释什么呀 林晨是你师兄 是专家中的专家 你为什么不说 那是王泽呀 是师兄 林晨 你生病了 高烧 三十九度 王子 你这样还没意思 这三年来 你过得好吗 我如果过得好 您早就亲手收拾我了 又怎么会这么安心 是啊 要不是发生了那件事 我现在应该会很心疼你 林晨 你还记得吗 他那么信任你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做的 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问题 都会有答案 也并不是所有答案 都可以用对错来区分 黄泽和林晨怎么了 到底有什么过境 还有那姓陈的 你今天不说清楚 就别想走 你听说过 周吴陈皇吗 那边小说里的 行 你怎么这么不识 人间烟火呀 南北世家 周吴陈皇 然后呢 你能不能认真点 这四家人 涉足很多行业 很有钱的好吗 他们有钱不给我花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什么才和你有关 林晨到底是怎么得罪他们了 这还跟我有点关系 我师兄 我师兄跟你更没关系了好吗 那你到底说不说 这个 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因为有人下了封口令啊 你这个人 真没意思 老翔 你觉得 人 生而平等吗 每个人的性命 都是一样的吗 小偷的命和世家子弟的命 你的命和冯佩林的命 都一样值钱吗 举个例子吧老翔 嗯 假设有二十个孩子 因为某些事情 被丢在铁轨上独自玩耍 其中有四人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他们很聪明 有本事 别跑 扎不扎 扎不扎 你不是小偶 你还行不行啊 别微微地追不上 就是啊 别跑了 让微微 还追不上 快点 好好饶命 好好饶命 等等 孩子被分在两条铁轨上 这时你有机会 站在铁轨的切换器旁 你可以选择让火车 或者转向废弃的铁轨 就数量更多的普通孩子 你自己是谁啊 或者另一边 就精英的孩子 老翔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 会怎么做呢 我 我 我没有办法回答我会怎样选择 但我一定会敬佩那个能做出选择的人 你好 我是市局行政大队的 我姓刑 想了解一下冯佩玲那些情况 你要找冯老师吗 他好几天都没在学校 冯老师啊 人挺好的 女学生都挺喜欢的 有个事倒是挺奇怪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每天都要定时给他妈妈打听话 冯老师真是个好人啊 会跟我们这样的人问好 他每天下妈都挺晚的 就一个人在办公室 有时候我锁楼的时候才能回来 他平时啊 有时候会坐在窗边 一个人发呆 坐着 坐在这儿吗 对 怎么了 冯佩玲是在看凌晨 人没抓到 师兄 你怎么披着他的 我发烧了 需要退烧药 我带你去附近的药店 记得买R4P0 他对大部分抗生素过敏 知道了 黄毒茶 那个 师兄 冯佩玲给你留了一本书 一封信和一把沙子 你和他到底有什么关系 而且从他的办公桌窗口 望出去 正好能看见你的房间 他在看我 他应该就在看你 于彦晴给你写信 冯佩玲每天看着你 我可以不问你的过往 但与这件案子有关的事 你都必须说清楚 刑队长需要我交代什么 你是否认识冯佩玲 不认识 那他为什么留这封信给你 信里的白纱 到底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因为我房间里有沙盘 他想让我知道 我所做的一切分析 只不过是他想让我 看到的东西而已 他在向我挑衅 他为什么要向你挑衅 秦队长 您可能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想挑衅我的人 不论是心理变态者也好 高智商罪犯也罢 真的非常非常多 如果我需要在乎他们 每次向我挑衅背后的动机 那我可以不用活了 为什么 是嗎 因為我曾經 真的非常有名 我想也是 我從沒見過像你這麼聰明的人 時間很緊迫 我想馮佩玲可能要自殺 余彥卿自殺了 馮佩玲也要自殺 余彥卿只是受馮佩玲操控的一枚棋子 馮佩玲恐怕是利用她完善自己的想法 什麼想法 男孩都有戀母情節 如果我沒有猜錯 馮佩玲應該成長於單親家庭 她的母親馮雪娟一手將她帶大 你這次怎麼回事啊 就快考個第二年 那我之前給你補習班花點錢都白花了 如果我還沒有猜錯的話 馮雪娟應該有極強的控制欲 要求兒子必須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說起來 你們學校的老師好像是說 馮佩玲每到規定的時間都會給母親打電話 這是因為馮雪娟的要求 這樣的控制會導致兩種結果 第一種是極度叛逆 第二種是極度順從 將母親當作神 遵從她的話 如同遵從神的旨意 很明顯 馮佩玲不是第一種 如果你是馮佩玲 你的女神臨死前摔成肉泥的慘狀 被別人看到 你會有什麼想法 就算馮佩玲是因為母親死前慘狀 被吳冠陣等看到 所以想要把這些人殺掉 但她為什麼要利用余燕青 為什麼還要設計一個個步驟 克服死亡 這當然是因為她怕死 準確地說 是馮佩玲的母親馮雪娟怕死 馮雪娟得的是胃癌 這是最令人痛苦不堪的疾病之一 她自殺是因為她忍受不了癌症的折磨 更忍受不了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感覺 所以 馮佩玲是在利用余燕青 研究怎麼能讓人減少 面對死亡時的痛苦 那麼 馮佩玲呢 她的一切研究 都是為了自己能平靜地走向死亡 靠近屍體 觀察凶案 親手殺人 幫助並觀看余燕青自殺 然後自己再自殺 也就是說 還有我們未發現的凶殺案 你們可以查一下 大海撈真的 最近旅遊節警力本來就有限 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 其實不用這麼麻煩 我可以負責讓她出現 地點擬定 如果 你信我 我信 我可以負責 我怎麼會負責 你去查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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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詐 我去查詐 闭嘴 在播报冯沛林的通缉新闻之前 我选用的是最符合冯沛林 心理归属点的节目 开场的七只鸭子 一 二 三 四 会让冯沛林觉得舒适 爷爷 有七只小鸭子 爷爷 看大千巧 而太谦也是七笔 对 是太谦 在试试验小学 半径一点五公里的区域内 符合她的作案地点 她一定会来 我没有怀疑你的意思 让我去桥上 不行 太危险 你布置了这么多警力 我会有什么危险 你要是出现 她万一知道是陷阱 不上桥了怎么办 你觉得对一个活着 就是找死的人来说 陷阱有任何意义吗 你赢了 你总是能说服我 注意安全 桃儿 林先生已经上了几号 嗯 全员警备 收到 桃儿 有个问题 不知道现在说是不是方便 有话快说 阿晨的推理好像有点问题啊 她不是说冯沛林去看余彦卿自杀了吗 我去查了一下冯沛林的行踪 然后我发现在余彦卿死亡的时间段里 冯沛林开车去给她母亲扫墓了呀 没有去看余彦卿 不对 她撒谎了 冯沛林根本就没有去看余彦卿自杀 如果帮助并观看余彦卿自杀这个步骤 本身就是凌晨杜撰出来的呢 没有第三步 冯沛林还没有做到第三步 她还没有杀过人 冯沛林 冯沛 林沉 桃儿 墙面上出现一个老人 正在靠近李先生 各当我注意 她的目标是林沉 立刻实施抓捕 收到 他们发现了 还有不到三十秒 最近的警员就会冲上来逮捕你 对于一个传信人来说 三十秒足够了 说吧 她说你会陪我死 你真的会陪我吗 废话 好 她就是想问问你 在这伊丽莎的世界中 在这极微小 与极宏大的对抗中 你会站在哪一边 林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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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之间 你从火降临彼此 遍远 一举 laboratories在拥抱之间 让一切冲破负面 别逼错别沉默别多说 别让我再次陷落 陷入了相恋的疯狂而重复的选择 陷入江沙陷入 清淡如过 被掩藏被埋没 种种陷重振脱 觉得死活 高兴却流血却 无名却都一同闪烁 为了坦荡的话 为了你我心中 我万和人 当你手鱼身侧人肠口 指向我心脏脉络 牵过过热掠过 指向向我恨恋惚 一刻 下一刻 一瞬点燃一车 不开死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